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加起来其实它已经是个不再存在的空间 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声音跟视觉的一些碎片组合 但是从这个展览的立场来说 我觉得这个作品需要去开放磨写这个方面的东西 就是当影像跟声音不再为了说故事而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声音听成为声音 影像看成为影像 然后就发觉每一个镜头每一个shot 每一个镜头里面的东西不再是个功能化的一个东西 为了整体的故事存在 而是他们是有一个独立性 然后在这个情景之下 看的人就会觉得是很开放的 每一个小碎片 其实都是一些需要我们去接书跟磨写的东西 而磨写最后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 是关于电影语言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一般来说电影语言里面有大特写 中景全景那种东西 但是电影工业已经给这不同的镜头定性了 好像他们有特定的意义 就是在这个作品里面 当那个镜头推得很近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很亲密 或者是对那个人物的心路有什么了解 反而觉得是有一种压力的感觉 而有一些传景应该是给我们 比较全面的知道那个城市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什么也知道不了 所以我觉得对电影语言的挑战是很重要 然后整个电影 基本上如果从简洁的方面去说 是个很强调文太奇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里的蒙太奇 最终它的效果更像当代玉树里面的那个拼贴 那个效果 所以拼贴就是在影像影像 声音声音块的中间楼下 成出很大的空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住在里面 最后就是参加的观众 看的观众 听的观众 跟眼前的这个作品 中间的距离 这个关系 是好像一定要透过不停的描述 才可以把这两个东西拉在一起 所以那个去把距离拉近的那个桥本身就是 description 磨写的本身 我们要不停的磨写 才可以不停的维持这个 这个本来是很坦性的一个东西 应该是1990 091年开始到最近几年 因为基本上我所有的作品都不是写的剧本 然后出去拍 而是把我自己看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影像的民俗制的研究者 一个visual abnormal 就是照相机 常常是跟着我的 在随随随心的情景之上 我就可以打开我的 拉开我的照相机去拍 所以它可以说是我生活上的一些实录 但是什么时候我为什么要按那个button 其实是没有特别什么大意义 可能也有吧 就是我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关系的东西都会很自然的给收入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创作的时候 我很希望建立这个距离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人看十年前的影像 其实就好像一个陌生人看的一样 所以这个距离就给我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就可以成立 所以到我把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已经不是个单纯的传统的创作者 而是我是个窥探者 因为我在看我自己好像一个外人一样 然后也是一个collage 一个拼贴的一个艺术家 可能可以多说一句就是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把十年的东西放在一起 因为这个不是唯一的作品 有十年十二年的东西 是因为不同的时候我拿着不同的商机 所以出来的那个texture 那个质感其实是很不同的 那就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作品很自然就变成为是个媒体历史的旁观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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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